莫子说 天下之所以混乱 其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天下的弑君子只明白小道理 而不明白大道理 怎么知道他们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呢 从他们不明白上天的意志而知道的 怎么知道他们不明白上天的意志呢 从他们居家族的情况而知道的 现在若有人在家族里犯了罪 他还有别的家族可以躲避 然而做父亲的还是告诫儿子 做兄长的还是告诫弟弟 说要警戒啊 要谨慎呀 在家族中不知道警戒 不知道谨慎 又怎么能处身于国中呢 现在若有人在国中犯了罪 还有别国可以逃避 然而做父亲的还是告诫儿子 做兄长的还是告诫弟弟 说要警戒 要谨慎 出身国中 不可不小心谨慎 但是 现在的人都处身于天下 共同侍奉上天 如果得罪了上天 那就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 以此互相警戒 我因此知道 他们对大道理是不清楚的 所以莫子说 要警戒 要谨慎 一定要做上天所希望的 而不做天所厌恶的 问 上天所希望的是什么呢 上天所厌恶的又是什么呢 达到 上天希望义 而厌恶不义 何以见的是这样呢 达到 义就是正 何以知道义就是正呢 因为天下有义就智 无义就乱 我所以知道义就是正 然而所谓正 没有自下正上的 一定是自从上正下的 所以庶民百姓 不得肆意去行事 有氏来正他 氏不得肆意去行事 有大夫来正他 大夫不得肆意去行事 有诸侯来正他 诸侯不得肆意行事 有三公来正他 三公不得肆意行事 有天子来正他 天子不得肆意行事 由上天来正他 现在天下的弑君子 对于天子正天下都很清楚 但对上天正天子 却不明白 所以古代的圣人 明确以此告诉人们 说天子有善 上天能赏他 天子有过 上天能罚他 如果天子赏罚不当 刑罚不公 天就会降下疾病灾祸 双路是时 这时天子一定要喂养牛羊猪狗 清洁酒食 向上天祷告祈福 但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 上天向天子祷告祈福的 我所以知道 上天比天子更尊宠 更高贵了 所以 亦不从愚笨而卑贱的人中产生 必定从尊贵而聪慧的人中产生 那么谁是尊贵的 上天是尊贵的 问 谁是聪慧的 达到上天是聪慧的 既然如此 那么亦果真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 现在天下的弑君子 希望亦行的话 那就不可不顺从上天的意志 问 怎么才叫做顺从上天的意志呢 达到 奸爱天下的人 怎么知道是奸爱天下的人呢 是从上天不加区别的 享用天下人的祭祀而知道的 怎么上天不加区别 就享用天下的人祭祀呢 自古至今 无论多少遥远偏僻的国家 都喂养牛羊猪狗 清洁酒食 用以祭祀山川上帝鬼神 由此知道 上天不加区别的享用天下人的祭祀 假如不加区别的享用天下人的祭祀 那就一定会不加区别的爱天下人 比如 楚国越国的国君 楚王在楚国接受国人的供养 所以他就爱楚国的人 越王在越国接受国人的供养 所以他就爱越国的人 现在上天不加区别的享用天下人的祭祀 我因此知道上天爱天下的人 而且上天爱天下百姓 不仅如此 如今天下所有的国家 凡是吃粮食的人 若是杀了无辜的人 一定会得到一种不祥 那么要问 杀无辜的是谁呢 答道 是人啊 是谁给他不祥的呢 是上天啊 若上天内心真的不爱护天下百姓 那么为什么有人杀害无辜之人时 上天要给那人降下不祥呢 上天爱护天下百姓 是多么深厚 多么普遍 就是可以享见的了 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百姓呢 从贤者一定要赏罚 残暴得知的 怎么知道贤者一定赏罚残暴的呢 我是从三代圣王那里知道的 从前三代的圣王 姚顺 下雨 商汤 周文王 周五王 奸爱天下 为民造福 一封一俗 率领他们敬奉上帝 山川鬼神 上天以为他们爱自己所爱的人 利自己所利的人 于是加重他们的赏赐 使他们居于上位 立为天子 做后世的表率 称他们为圣人 这就是上天奖赏 奖赏善人的名证 从前三代的暴君下节 引咒周幽王 周立王 奸恶天下 残害天下百姓 商风败俗 率领他们购毁上帝 山川鬼神 上天以为他们不遵从自己的奸爱 而憎恶天下人 不遵从自己的奸力 而残害天下人 于是对他们施加惩罚 使他们父子离散 国家灭亡 丧失社稷 祸害本身 所以天下的百姓 也都飞毁他们 经历千秋万代 仍然垂骂不停 称他们为暴君 这就是上天赏罚的名证 如今天下的弑君子 若要实行仁义 就不可不顺从上天的意志 说 顺从上天意志的就是奸 违反上天意志的就是别 以奸治国就是义政 以别治国就是利政 问 义政是什么样子呢 答道 大不公小 强不辱弱 重不贼寡 乍不欺余 贵不作贱 富不贫贪 壮不夺老 所以天下各国不会 以水火 毒药 刀兵 相互杀害 这种事上利于天 忠利于鬼神 下利于人 三者都有利 就无所不利 这叫做天德 所以 凡从事于此的 就是圣治 仁义 忠慧 慈孝 因此 聚集天下的美名 戴在他们头上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就是他们顺从上天的意志罢了 问 利政是什么样子呢 答道 大就公小 强就武弱 重就贼寡 乍就欺余 贵就傲贱 富就交贫 壮就夺老 所以天下各国都以水火 毒药 刀兵 来相互残害 这种事 上不利于天 中不利于鬼神 下不利于人 三者不利 就无所得利 这就叫做天贼 所以凡从事于这些事的 就是扣乱 盗贼 不仁不义 不忠不惠 不辞不孝 因此 聚集天下的恶名 夹在他们头上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就是他们违反了上天的意志罢了 所以 莫子设立天智 以为法则 就像至车轮的有规 降人有据一样 至车轮的有规 降人有据 就可以知道方与缘了 所以莫子设立天智 以为法则 我们就知道天下的弑君子 离异还差得远呢 怎么知道天下的弑君子 离异还很远呢 现在大国的君主 郑郑有词地说 我们居于大国 而不攻打小国 又怎么能成为大国呢 所以 拆遣他们的爪牙 排列他们的舟车队伍 用于攻伐无罪的国家 侵入他们的国境 割掉他们的庄稼 砍伐他们的树木 毁坏他们的成国 添没他们的沟池 粉烧他们的祖庙 屠杀他们的牲口 人民抵抗的就杀掉 不抵抗的就捆腹回去 男人用作奴仆 马夫 女人用作枣米酿酒的家奴 那些喜好功法的君主 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 还以此通告四邻的国君说 我攻打别国 覆灭他们的军队 杀了若干将领 他的邻国的君主 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 又准备疲蔽 拿出仓库的机藏 派人去扣牢庆赏 那些喜好功法的君主 又绝对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 又把它写在简薄上 藏在府库中 作为后世子孙的 必定将要顺从他们先军的制行 所以 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府库 看看我们先军留下的法则呢 那上面必定不会写着 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 而必定写着 我攻下敌国 覆灭他们的军队 杀了将领若干人 那些喜好功法的君主 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 他们的邻国君主 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 因此 功法代代不止 这就是我所说的 弑君子不明白大道理 所谓小弑明白 何所指呢 如今有人进入别人的国厂菜园 偷窃人家的桃子李子 瓜菜和生姜 上面抓住了就会惩罚他 众人听到了就会指责他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不劳而获 窃取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缘故 况且 还有翻越别人的围墙 去掠取人家子女的呢 洞穿人家的府库 偷窃人家的金欲不薄的呢 翻越人家的牛篮马卷 盗取人家牛马的呢 还有杀掉一个无辜之人呢 如今的王公大人执掌政治 从杀掉一个无辜之人起 翻越人家的围墙 掠取人家的子女 洞穿人家的库府 而盗取人家的金欲不薄 翻越人家的牛篮马卷 而盗取人家的牛马 以及进入人家的国厂菜园 而偷取人家的桃李瓜果 都要加以惩处 对此 现在的王公大人 所施的刑罚 跟古代的圣王 姚顺 夏宇 商汤 周文王 周五王 治政 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现在天下的诸侯 全都在相互侵犯 攻罚 兼并 这是杀死一个无辜之人的罪的千万倍了 这是翻越人家的围墙 而掠取人家的子女 洞穿人家的苦腹 而窃取人家的金玉不薄的罪的千万倍了 这是翻越人家的牛篮马卷 而偷窃人家的牛马 进入人家的国厂菜园 而窃取人家的桃李瓜娇的罪的千万倍了 然而他们自己却说 这是义呀 所以莫子说 像这浑说 跟把黑白 干苦 浑淇在一起 有什么区别呢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 少许给他看一点黑色 他说是黑的 多给他看些黑色 他却说是白的 其结果 他一定会说 我的眼睛混乱 不知道黑白的分别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 少许给他尝点甜味 他说是甜的 多多给他尝尝甜味 他说是苦的 其结果 他一定会说 我的口味乱了 我不知道甜和苦的味道 现在的王公大人施政 若有人杀人 他的国家必然禁止 如果有人拿兵器多多杀掉邻国的人 却说这是义 这难道与混淆黑白干苦的做法 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莫子设立天制 作为法度标准 不仅莫子以天制为法度 就是先王的书《大夏》中也这样说过 上帝对文王说 我只向着有光明德行的人君 他不吉言利色 遵循旧章而不变革 不识不知 顺从天意的法则 这是告诫周文王以天制为法度 顺从天地的法则 所以当今天下的弑君子 如果心中确实希望实行仁义 追求做上层世人 上希望符合圣王之道 下希望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 对天制就不可不详查 天制就是义的原则 这一步 感谢观看